本财年取消中低收入税收減免机制 加上通胀令到生活开支急升 澳洲人面临双重打击 目前税收制度采用变制税率 按年薪分级 除了赚取的第一个18,200元免税之外 年薪高于这个数目的 需要支付19%至45%不等的税款 中低收入税收減免机制 是针对年薪不超过12万6千的市民 实施的临时减税政策 市民可以获得675至1500元不等的税务宽减 根据2022至2023财年的税收机制 假如小明是一个年薪九万的老师 他将要缴付大概2万元的税款 同时符合减税要求 获得1500元的税务宽减 所以只是需要缴交大概18,000元的税务 小明是一个年薪4万5千元的咖啡师 他就要缴付大概5千元的税款 同时符合减税要求 获得大概1300元的税务宽减 所以只是需要缴交大概4千元的税务 第三阶段减税 将原本的32.5%和37%的税率 合并成30%的单一税率 另外最高税率的门栏都提升至年薪20万的水平 虽然望落是中高收入人士获益最多 但实际上高收入人士将会成为大赢家 在新政策和减税政策被取消的情况下 小明要缴付大概18,600元的税款 比往年增加了400元 而小美就要缴付大概5千元的税款 比往年增加了大概1,300元 中低收入人士的税务将会增加 而高收入人士的税务就会减少 另外税级攀升的问题也都无办法舒缓 随着通货盘胀 市民的工资会随之增加 但是税盖将维持不变 薪酬增加的幅度不大 但是市民就需要缴交更高阶级的税务级别 以小美为例 如果老板加薪至年薪47,000元 他就需要由原本缴税级别19% 增加至30% 意味着要缴付大概5,700元的税款 导致实际收入减少 就目前情况而言 取消中低收入税收减免机制 以及实行第三阶段减税计划 将会令到大多数市民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